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心教会对属灵恩赐这方面的认知 我先解读这个题目 今天所讲的对属灵恩赐 特别是指导一些的超自然 或者我们在手册里面所讲的 不可超念的恩赐 所以对这方面的认知 就大家里面的这个手册 这个手册我都没有 所以手册里面是 大家如果有电子版的 或者有这个手册的 大家都可以拿住 今天主要是讲三部分 我觉得这次里面对我来讲是很容易 容易的原因呢 这三部分的大干都不是我来认的 是主任牧师 林志伟牧师 我们在台湾里面 已经认出来这三个的大干 所以不会非神来思想要讲什么 而这三个的部分里面是 第一部分里面是容易呢 因为是第一部分里面我们会讲到 有关这个超自然属灵恩赐的 这方面的三个的论点 三个的立场 这个立场论点里面是三个礼拜 与林德平牧师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归纳而已 第二部分里面是讲到 在怎么多的或者三个的论点当中 QPC怎么的达置 这个的属灵恩赐 这个的论点的一个公式呢 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来苏忠贤 只是能够来讲的 第三部分呢 属灵恩赐 重要的里面的宣言里面的那种的终点内容 我只是 以这本书来说而已 所以希望在第一部分用十分钟作为归纳 十分钟是 中心只是在给我们一个背景 然后最后里面二十五分钟 我们来看看这本的手册里面的这个终点 我们很快的来到我们这个的宣言里面的 是这部分里面一个地点 关于这个属灵恩赐 叫超自然属灵恩赐里面的三个论点 这三个论点里面 我们有讲过一些 有些认为是因为非宗旨论 继续持有 没有停止 我给他一个的名词 或者叫恩赐持续论 有些说 是没有宗旨都是持续 一直会有的 没有停止的 这个恩赐的持续论 或者叫非宗旨论 一个里面就认为这些的是 属灵恩赐 这些的方言 这些的神迹 这些的预言 这些的便秘诸联 等等的招联 已经终止了 第三个里面 就是谨慎看法论 我们很快来看看里面 是稍微走过里面 这些的恩赐持续论 这个里面是说 这个是非宗旨论 对这个的恩赐看法里面 是有第二次的圣灵的喜 就是人信了主了 悔改了 他还有第二次的灵喜的 我们教的话 这经信会叫灵敬 那种的敬礼 就要让圣灵进入心中里面 充满这种的能力 这个能力 特别这种的是 侍奉的能力 见证这种的能力 然后这个能力的 在哪里呢 它认为范言 所以当中的凭据 就是每一个人 都会讲范言的 所以它的观点里面 每一个人都要讲范言 特别在操练这个范言 因为范言是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恩赐 是一个圣灵 你有没有圣灵的喜呢 就看你有没有讲范言 德平牧师有讲过 这个里面包括是一个 90年代的 这个五神节的圣节的运动 他们强调信徒 要真正活在圣灵的当中 讲范言 开始的那些成员 都是比较地下城的 这些成员 分布的 或者现在成为一个 另外一个宗派就是 或者神照会 或者叫五神节的圣节会 Holy Church 另外是或者到 1960年代的 另外第二波的 这个里面是 不单是在这个的既宗派 是利于与其他各个宗派的联系 所以他们一个目标就是说 接受圣灵的使用 但是要回到自己的教会 不管你是哪个宗派 金星会也好 圣灵会也好 哪个宗派也好 回到你圣灵会 来追求这种的 是临时临近的 这种的经历 所以这些的成员 扩大这个方面里面 各个宗派都有 天主教 中正教 圣灵会 每一个的宗派 都有推动在 1960年代的 第二波的灵恩运动 不单单是地下阶层 各个的阶层都有了 然后到第一个三个阶段 就是1980年代的 这个第三波的运动 除了强调这个灵恩的传统 讲范园 讲预言 上个礼拜都有讲过 重视 要跟我祷告 意志 神迹 歧视 全能整个步道 所以这个影响力 偏及这个全球 主要的神学院 上次是德平牧师讲 这个达拉神学院 不是达拉神学院 应该是富拉神学院 这个的是 Peter Willard 跟他们的同工们 开了门的课 教会增长 怎么教会增长呢 就是用这个全能的步道 神迹的气息 带来教会的增长 但是读这个的富拉神学院 不代表 所有的学生 就是这个的第三波 我熟悉的 我们是 环潭的主任牧师 陈芳牧师 他也是在这个富拉神学院 在富拉神学院 读的不是说 一定是在这个的 灵恩的 他们接受这方面 这个是一个 叫恩赐启示论 或者是非宗旨论 第二个里面 就是一个宗旨论 没有第二次的圣灵的事 也发言的恩赐 也完全的停止 这个在当中里面是 超自然的这种的 这些恩赐 已经随着使徒时代的结束 和真圣经的真点完成 而终止了 所以这个终止论 就认为 在使徒时代以后 上帝不再 试下这种的 超自然恩赐 翻译恩赐也好 预言恩赐也好 神迹奇迹恩赐也好 这些恩赐都已经停止了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八道世界里面 这些是只有爱 是永存 永远不死 爱是永存不死的 先次的讲道 过去了 翻译过去了 知识也会消失了 所以要等到 完全来到 这一切都过去了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的完全 应来到 就是圣经的启示 这种的完全 应来了 当真点已经完成了 有六十六种的圣经 已经确立下来了 就不需要翻译 不需要预言 不需要抑制 这些恩赐的需要 停止了 所以大部分 这些的论点里面 是这个时代论 或者是改革中 预定论 这些里面的论为 所以这个时代论里面 是讲七个的时代 是好像从川世纪 到伊甸园 无罪时代 从被赶出去 伊甸园到洪水 是良知时代 从罗亚到亚伯拉罕 是人知时代 是从亚伯拉罕 到摩西 是因许时代 从摩西到基督 是律法时代 现在我们是恩典的时代 到我们被提为止 到最后一个时代里面 是基督掌权的时代 是七个的时代 所以这个里面 是认为里面是一个 已经这些恩赐不需要了 所以主要的 这个的是 公布这个时代论的神学院 有达拉斯神学院 穆迪神学院 非诚的圣经学院 很早期这些神学院 但是这不表示 所有时代论的 都毫无保留 接受这个主任 也不是说在 达拉读书的斗塞 如果是的话 我们的主任牧师 在那里读的 在达拉不必出来的 我们的塔牧师 从哪里来的 也是达拉神学院的 所以不要说是他背后里面 其实他不同的神学院出来的 他也不说 是完全的宗旨 是完全的非宗旨 这个里面 所以就来到里面 有一些看法 就是一个 谨慎的开放 所以对里面是 翻译没有停止 预言没有停止 这些神迹其实没有停止 所以上个礼拜讲 今天还有神迹的 这种的恩赐吗 有没有停止 有翻译的恩赐 但是这个 这些的恩赐 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早期里面说 你要有这种 生灵的喜 第二次的喜 才怎么表达呢 有这种的恩赐 就是这样翻译 我们不会 这个谨慎开放论里面 不接受这个看法 因为对这个完全 或者这种的看法 跟这个的宗旨论有不同 我们对这个完全的 看法的里面是说 等到那完全的来到 这个完全是指到什么时候呢 是指到这 那时候面对面的那个时候 是指到那个 我现在所知道的 只是一部分 到那个时候完全知道 好像主知道一样 所以这个的完全 不是指 这个的圣经启示的完全 这个完全是指 耶稣再来的这个完全 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进入这个永恒 我们面对面的全知道了 所以因此保罗没有说恩赐 在这个使徒时代里面就结束 所以翻译 不是一个最重要 具要的恩赐 更加不是胜利的喜 的必然的这个记号 因为保罗在这个的是 哥林多前书 他对这个的翻译 的恩赐也持守这种的谨慎 这个的开放 这个行政开放里面 他说是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热切地追求 讲到的恩赐 也不要禁止说翻译 你要说的话 你要什么 按照气序能够来行 所以保罗对这个的翻译来讲 他说这个是私下是个恩赐 保罗也是推崇这个翻译 你可以讲的话 你在世人里面去讲 这个是能够造就自己的灵命的 属灵的生命 我认识一些的 是一些的长辈 属灵的长辈 他有些人也分享 他们有讲一个 讲翻译这种经历 也有这种圣灵的 这种充满这种经历 但是在这边 保罗对哥林多信徒里面 这个翻译的恩赐 如果是来炫耀 哥林这种属灵的 这种程度 或者在贬低别人 哇 自己很高台积极的话 这个他就责备 哥林多信徒里面 太过高举 说翻译那种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在公开 这个的聚集场 使用翻译 他没有禁止 他没有禁止说不可以 他也没有很热衷的去推动 所以从他说 从恩赐的目的来看 最重要是建立教会 如果建立教会 先制讲道 比所欲翻译 更加的来得有价值 所以说羡慕的 应该羡慕先制讲道 但是真的要讲到翻译的话 需要翻译翻译 所以保罗对这个翻译的恩赐 没有说停止 不过要谨慎的 引用 以谨慎的开放来看看 然后保罗也对这个的 预言的恩赐 也是同样持这个 谨慎的开放 所以在五章二十节里面说 不要什么 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制的讲 是话语 凡是要什么 能够来查验 所以不要消灭 就是说不要压记圣灵 不要压记圣灵的感动 表示什么 所指的不是圣灵的本身 所指的是圣灵的恩赐 就是下一节里面 所讲的先制 讲道话语的这种恩赐 不要是消灭它 所以也是不要藐视 这个藐视不是 不仅是态度的藐视 而是不要拒绝 也不要直接拉这些东西 保罗要求 帖撒罗加信徒 不要藐视 这些先制预言的讲论 应该持一个 不要拒绝 要开放的态度 但是要讲的话 要测验就好 测验 这个可能也是有 当时一些例子的背景 因为帖撒罗加信徒 里面在属灵恩赐问题上 也可能产生一些的 不和谐的现象 部分的信徒 可能热冲运用 这个的恩赐 没有按照规矩来行 所以那些先制话语 常常一些 很特别的一个话语来的 讲到里面是玩我 这我自己讲了之后 可能有一些 不太能够控制 但是担心这个 在外表上 跟依教的宗教的行为 可能是类似 这个就引起 另外一些信徒 很强烈的反应了 对任何人 自称为有圣灵感动 而受话的 特别说我是先制 我来讲先制的话语 就怀疑了 也有一种的是拒绝不解了 保罗 不好的就远离 这个就好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的避免是 不要有这种的 是极端的宗旨论 极端宗旨论里面是说 想翻译 一切就来自魔鬼的 或者想翻译 这种的圣灵 从来不会使用我们 直觉情感 这种的直接感 都没有的 应停止了 或者说 是这种极端里面 我们不应该是 期望上帝今天 还是 是有这个的 是 应允我们这个祷告 你祷告 做好里面 上帝今天 不再实行这个神迹 因为神迹 已经在这个使徒时代 已经停止了 另外 或者极端的 这种的宗旨论里面 都是一般的 或者理性的主义者 就是 生活 新养生活里面 是什么 陷入一个 教条的主义 安本职办事 安本职办事 里面有 就有 没有就没有 是安座里面 就减准一条一条 好像慢慢 没有感情 机器人 也是有一个 太过极端 不要走这种的 走向 紧身开放 也不会走到这个极端 也不要走到 极端的 非宗旨论 就是说 李洛不讲翻译 就不算是 真正基督 李洛不讲翻译 圣灵就没有 泪住在你的里面 说翻译 比不说翻译 更加的 这种的 属灵的 这种的看法 每一个的 患病的人 一定会被医治 因为被医治 是上帝的旨意 是 如果患者的祷告 没有被医治 一般是说 这个信心的 不足的问题 所以这些极端的 在非宗旨论法 的灵恩派里面说 禁止我们祷告 不要说 主啊 李洛愿意 请医治我 不要讲这些话 就是说 神你直接医治 我就好了吗 是什么 有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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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说出来 做出要求 拒绝地地 神就会得找 给我们 所以在某种程度里面 我们是来摇动神的手 这个里面 很直端的一个的 看法 然后这些里面 也会说 是 经常的 是听到 上帝的声音 有时候用 宪旨这个态度里面 耶和华如此说 或者用第一声的 名称里面 能够来做一个认输 这个都是一个 极端的 持续论 我们也不走 这条路 因为这边 一方面都是一个 比较 经验的主义者 以经历 勤敢 作为追求的目的 他们都是 比较是 反制 反理智的主义者 强盗圣灵 太过强盗圣灵的代理 过于圣经的教导 然后也会有一种的 危险 就是精英的主义者 知以 为高人一等 常常用 属灵的 恩赐的能力 量度 这个属灵的 健不健康 成不成熟 他是不是一个 成长 有能力的基督徒 有这种的精英 另外可能 他也是一个 陷入成功主义 所谓的荣耀主义 是以成就数字 宏伟的建筑 以人数来 来 着越成就感 来作为一切的衡量 也是一个 全能的主义者 过分的高举 圣灵的全能 和特殊的主义 所以 对于属灵的认知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作为一个 谨慎开放者 我们也不要走 这两个的 两极化 不走极端的 宗旨论 也不走 极端的 持续论 对属灵的 恩赐的认知 维持一个 平衡的观点 因为过油 就是超过了 或者不急 不足 这两个都是 不适当的 在1991年 我来收赛神学院 SPG读神学 我是神学生 有机会去菲律宾 参加第四阶 四阶华人福音会议 大会里面 有两位的 主要的讲员 一个是来自 香港的 蔡元云医生 一个是来自 谭从龙的牧师 印尼的 谭从龙牧师 因为 就是对这个 圣灵 属灵 恩赐的 认知 有所的不同 所以在大会里面 真是开炮 差异为首的 部分里面 这种招募 因为这些小卫领袖 邀请了这个 温远翰 John Webber 来到香港里面 来带领这个聚会 他就讲 差异这部分 在香港里面 你们找灵人 你们的第三部 所以是 在谭从里面 牧师里面 在台上里面 激励的 这种很危险的道路 很小心 不要这样子 差异是 在台上里面 我不是第一波 我不是第二波 我不是第三波 我没有波 这种的 很激动里面 说我不是这个 所以最后 我在很心想里面 是在聚会 临时安排场的聚会 由当时的 华府的主席 腾经会牧师 菲利甸 来主持一个协调大会 避免走两个极端的路线 不要 一定是说 非宗旨论 一定说是宗旨论 用个谨慎 开放的态度 在90年代 QBC 也是在这个大气候里面 同样面对这个问题 也是有两个两极化 对属灵恩赐的认知 有不同的看法 家会也有脚上两极化 如何避免这个分裂 我们就要 介绍了第二部分 我们就请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苏东贤来分解这部分好了 用十分钟来讲历史背景 我只能够轻描淡写 列列带过 点到为止 在诗篇里头 有一篇是讲到说 去描述 基督徒团契的 那个和睦共处的美丽的一篇 是记载在诗篇133篇 那么在那一篇呢 诗人大卫就讲到说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那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然后留到他的胡须 又留到他的衣颈 又好比那黑门的山路 降在西安山 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那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人大卫在133篇 用了那个贵重的油 和那个西门的甘露 来描述一幅非常美丽的 基督徒团契和睦共居的 一个图画 让我们读了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温馨 那么那一篇 133篇正可以代表 我们目前QBC教会 目前的光景 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 是真的是非常的 和睦的 一起的侍奉上帝 会友与会友之间 堂会和堂会之间 领袖们和领袖们之间 牧师和哲师之间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贺益的生活 大家都非常的佩搭 但是目前教会的这个美丽的图画 我们享受的这个贺益的这个美丽的这个和睦共居的图画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而我们是用了18年的时间 在过去18年里头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 非常小心的 非常谨慎的 继续坚持 经过极度的坚持和努力 才达到我们目前教会 赫益的光景 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赫益的光景 不是理所当然的呢 因为在28年前 教会的那个时候的状况 跟我们教会目前的状况呢 就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真的是有天烟之别 在那个时候 1990年到1997年 七年的时间 我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当时教会的情景 真的是非常困乱的七年 可以用七年浩劫 来这么样子 形容我们当时的教会的环境 那个七年是我们教会 从开始有教会以来 一直到目前 所经过的最大的一个危机 而这个危机呢 就差一点 就把整个教会给毁灭了 我们在那个七年里头 经过无数的破坏和伤害 而这个伤害呢 是触及到每一个层面 开始从教母与教母之间 就是牧师和牧师之间的不和谐 然后领袖和领袖之间的不和谐 并且这种破坏和伤害呢 也深入了堂会和堂会之间 所以大家都避免去接触 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 那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困乱的局面 更加不用谈上有什么 合一的见证 那样子的状况不能够造就任何的人 并且令人感到非常的恶心 也非常的丑陋 真的是大大的羞愧了上帝的名字 那么要是 我要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来跟大家详细的去报告 然后又跟大家分享 后来我们怎么样接着上帝的恩典 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我们才能够翻身过来 至少要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那一次的那个大危机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会度入那个危机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时候教会的领导层 对属灵恩赐的有关神学 缺乏认识不了解 也因此没有达到一致的共识 那么更糟糕的就是 堂位和堂位之间 领袖和领袖之间 牧师和牧师之间的大家 彼此不信任 彼此的猜疑 彼此的不和谐 再加上信息的错误的传导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和谐 根本没有一个和谐的生活 非常的困乱 就好像民主党跟共和党 那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此当教会的第一任主任牧师 谢远玉牧师他在1999年 是吗 他是在1999年上任的时候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谢远玉牧师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教会所有的牧师 和所有的这事关起来 怎么讲呢 就是每一个星期天晚上 从七点到十点 所有的牧师和所有的教会的这事 都要一起在教会去研究 去研讨 去从圣经里头 去认识一下属灵的恩赐 尤其是那些比较有争论性的恩赐 讲方言 方方言 医病 讲鬼 议员的这类似的恩赐 那么 之后呢 我们就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这还不包括 在周日的时候 我们要去读很多很多的书籍 去读圣经 去看讲义等等 那么十个月过后呢 我们就跟教会的领袖层们 总共大概有七十多位 然后去跟他们去 解析分析 我们领导层对这一个方面 有关的知识的认同 然后在2000年5月18号的那一天 这七十多位教会的领袖 就在Ochard Road的那个 YWCA 我们一致的讨论 然后最后做了一个共同的共识 那么就是把我们教会 对这个属灵恩赐的认识 教会对属灵恩赐的立场 有什么东西是我们 允许教会会有去做的 什么是我们不允许 教会会有去做的 都达到一致的共识 然后我们就写了这一本 女王正经兴会 这是团对有关圣灵恩赐的部分 教育所达至的共识的先缘 有了这个共识之后呢 那么教会的中英文堂 就重新开始把教会 以前那七年的那个黑暗的时期 所发生的事情都抛住脑后 不是忘记历史 而是抛住脑后 不允许我们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去影响到我们要达至的 合议的目标 那么我要 要是可以的话 请大家翻开第21页 21页这里讲到说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声明 在整个研讨的过程当中 神的手贯彻始终的在引导 在研讨的过程中 当初所有的担忧 都迅速的一哨而空 神将参与这次研讨的 所有这四团成员 更紧密的联系起来 每位参与者都见证神 如何引导我们在教育话题上 达至的共识 领袖们在私交上更加的密切 因而恐固彼此同工的关系 我们同意 两堂会应该彼此扶持 共同迈进 确定女王阵进行教会 是朝向一间教会 多堂会众的方向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 需要彼此谦卑与相爱 以包容及欣赏彼此相依之处 使我们成为神国度里 一间同心迈进的教会 此宣言被接纳于 公元2000年5月18日 所以要是你们要更加详细的 要清楚知道整个事情的 来龙去脉的话 我讲过 要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从我黑杯咖啡 加上一块烘面包 我就会跟你们去详细的去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众生 给我们看到这个宣言里面的一个背景 就是这个1A这个的背景 是这个宣言的这个是来龙去脉 我们大家可以打开 或者用这个电子盘 看看我们在看每一个的一个的终点 属灵恩赐的公司这个宣言的终点 或者跟一些的 或者所谓的是宗旨论也好 非宗旨论也好 有什么的一个的是不同 我们的观点是什么 我在别边只可以一个很终点的字 划分 同样的这个研究的话不是两个小时 可能要两堂三堂 每一个里面都要去详细 所以只是讲到其中的终点 这个的 第一个终点里面 你可以在这个是23到29里面 我们先有五个的原则 我们是怎么样看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里面 是我们是看 认为这个的超自然的恩赐 里面有两个类别 是一个是可以超念的 是一个侍奉性的恩赐 一个是不可以超念的 是超自然的恩赐 我们可以超念的是 包括这些说是做指示 做春花的 识学的 治理的 联明人的 做教导的 主要是在罗马书这个系列 另外不可以超念的是 哥林多前书的系列 就是智慧的原语 知识的原语 信心疑病 行神之间 辨别诸灵 说方言 方方言 先知的预言 也有两类别的恩赐 什么说呢 今天 仍然会有 不但是是 这个侍奉性的 一般的恩赐 存在 超自然 这些哥林多前书 这些系列的恩赐 都存在 所以教会是会以一个真诚 跟开放的心 来领受 这两类的恩赐 因为这两类的恩赐 都是同样的彰显 圣灵的同在 不是说只有第一类 比较彰显 第二类就没有这样彰显 两类是同样 不过今天我们针对的是 在这个不可超念的恩赐 在下一个星期 是另外牧者里面 是讲到我们怎么去发掘 发挥跟发展 这些可超念的恩赐 在这个手册里面 针对的是 这些不可超念的 是这些今天仍然的存在 第二个的原则里面 是说 这些恩赐 是圣灵主权的 吃鱼的 你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不可以强求的 这一切都是 同一位圣灵所做的 是按照 积极的那种的意识 是个别的分给个人 所以隔壁里 有一个讲得很好的一句话 不是我们得着多少的圣灵 而是圣灵来得着 我们多少 不是以我们的眼光来衡量 得着多少圣灵的恩赐 而是按照圣灵的主权 个别分派给个人 所以这些的超自然恩赐存在 但是按照圣灵的主权 分派给个人 让圣灵有主权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而是以圣灵的能力 来推动敷衍事工 感动人 悔改 相信 透过这些超自然的 这种的恩赐 也可以带领 可以做 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圣灵给我们 我们就去做 圣灵没有给我们 我们也不要是勉强去做 那第三个原则里面 是运用这个恩赐的目的是 教会能够得到造就 教会得到益处 所以这个里面是说 圣灵是显示在个人身上 为的是要使人得益处 所以说你们聚会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讲唱歌的 或者是教训的 或者是启示的 讲预言的 或者讲范言的 或者是可以翻出来的 凡事都要造就人 这个造就不是造就自己 得益处 要造就个人 个人都得到益处 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第四个原则 这些属灵的恩赐 要小心 因为会被滥用 被误用 因为会有什么 假先知 假教师 假先知 假基督 他们也是会用这些里面 来误导我们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在最后一个原则里面 我们要谨慎地去引导这些 有这方面的恩赐的经历的低速 怎么去能够来用这个恩赐 所以教会如果有这些的特别恩赐的低速 你们好像讲发言预言的话 可以接到他们 引导他们 但是在一个某个的 是架构的底下 或者某个情况的底下 能够来进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对属灵恩赐里面 五个的原则 在口开始 我们就足点 是这个人 是几分钟看一个 看一个里面 少会看 这个对圣灵的近 的一个看法 31面到33面 我们怎么看一个圣灵的喜呢 这边一开始就说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每一个基督徒 在悔改的时候 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 决志信主的时候 已经领受神所赐的一个圣灵 在我们身上 所以以佛所书里面说 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 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信了基督 就在他里面 已经领受了 所应许圣灵 做一个应激 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直到神的产业得出了 使他的荣耀 得着这个成章 所以我们相信 每个基督徒在悔改的时候 一定有圣灵了 然后我们就问 圣灵的净 或者圣灵的喜 是什么时候发生呢 说 中几论说是 我们信主的时候 可能有第二次 这种灵死 我们不是 我们是认为里面是 是说 圣灵的净 是同时发生在 每一个人 在悔改 领受圣灵的时候 已经有圣灵的信 已经圣灵进到里面 这个就是圣灵的喜 圣灵的祭 所以在《过灵多前书》里面 是有讲到 是都在来 一位的圣灵 领受了这个喜 领受了一个敬 然后这个敬 这个敬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意义 是 让我们确实到 我们同属于一个身体 表达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是合一的 连结的 我们是属于同一个的身体 这个是圣灵的喜 最重要的意义 要表达出来 而不是来表达圣灵的意思 不要让我们区分基督徒 是否 你这个有师父的能力 那个里面 这个恩赐里面 有杂种的能力 这个圣灵的喜 终点不在 这个 因为我们收了一个喜 里面 都是成为一个身体 这个圣灵的喜 一个终点 所以在这边 最后说 如果教导 某些基督徒 有灵洗的经验 而某些是没有的 就是为了有两类的基督徒 有first cast second cast 这个里面 是不是 在我们对 灵恩或者是 早期里面 所讲的这些的 是非中 非中景的看法 我们没有分这个类别 我们就是 领受圣灵 我们每一个都是 是有圣灵的喜 在我们悔改 新主的时候 这个就是 对圣灵的景里面 的一个的 是立场看法 第二里面是 所以我们不相信 第二次圣灵的景 然后对 这个翻译的恩赐 在这个 35到39面里面 说到 什么叫翻译呢 翻译就是 指一个恩赐 一个人没有学过的 直接外国的语言 你是 说英文也好 泰国话 是在马来西亚 Tenemakase 或者潮州话 或者广东话 什么 都可以 没有学过 但是你可以学到的 结果在《喜图行传》 第二章里面 每一个的是 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们会讲出 不同的翻译 听得懂的 另外一个 就是过年多前书 所讲的 人类不知道的语言 就是天使的语言 这个就是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里面的 这个是 同样一个人 就是说 主权的 恩赐的 常识 暗示什么呢 圣灵给我们 暗示里面 我们不能够 自取的 不能够 这种各种的方法 能够去 活得的 这个是 主权 在圣灵 我记得在 1980年代的时候 我参加一个团契 70年代 那时候是一个 第二波的灵恩 我参加一个团契里面 是 叫我们去祷告 祷告里面 就是要用发言 来祷告 周围里面 都是用发言 很多 真的听不懂的 他就说 你信了主了吗 你信了主 里面就讲 就讲里面 就讲里面 都祷告里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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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边的发言 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里面 是好像用 积极节的方式 能够来获取的 但是在这边 暗示 不能获取 不能这些 各方面的操练 方法 能够获取 神给你有就有 没有 就没有了 然后呢 也不是来 用衡量 一个人 属灵 与否的一个程度 因为你看发言 在哥林多前书 怎么看呢 论地位 它是排在 中恩赐的最后 很多很多排列 翻译翻译的最后 论这个功用 说翻译 充其量 不过是照就积极而已 不比这个 先知的讲道 论这个效力 说万句的翻译 不如说五句的教导的话 这个是保罗讲的 所以在这方面 是圣灵 是有主权 是给我们 如果真的有这个恩赐的话 我们在群体运用里面呢 就是需要被翻译出来 第二 如果有翻译 就有积蓄的军行 每次最多允许 三个人讲 如果没有翻译 只能够在这个的 是安静对自己来 或者对神说 就好了 然后呢 所有的翻译 都要经过这个的测验 然后最后 如果当一个人 或者是 是对手翻译的内容 正确性有感到疑惑的话 会写在纸上 交给牧者来处理 必须经过翻译 和教会测验之后 确定说翻译从神来的 他才有权必 这个是在 里面所列出的 一些的运用的原则 尤其我在参加一个 英文堂聚会的时候 同样 听到下面里面 有些另外一种的声音 牧者很好 在台上里面 说我们有没有听得懂 这些的是 这个弟兄所讲的 话里面的人 如果有的话 请上来 我们来 跟我们来分享 后来没有人来上来 就邀请这个弟兄 或者在另外一处里面 安静去讲就好了 不要人够搞乱 这个的是聚会的情况 都是按照 在这个圣经里面 给我们这个继续 来过去进行 我们不拒绝 不怀疑 为什么 但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做 对这个预言的恩赐 要快一点点 来讲完它 首先我们问 预言的恩赐是什么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讲到 这个预言的是 说我们要追求爱 也要热切地 赫目 也是新语本的翻译 这个翻译 已经表达里面 是一个倾向 这个是讲到 先知的讲道 是讲到我们讲道 但是其实 它是一个指导 叫先知的预言 所以先知的讲道 所翻译 应该是 说先知的预言 说预言 这个直接翻译 比较正确 所以在这边 所讲的先知讲道 不是一篇 已经预备好的讲章 不是重点 不是讲这个 真的是指一个 一个临残性的 一个的启示 重要一个启示 然后是 这个先知语言 这个跟我们在 平常我们预备好 这个讲章里面来讲 里面有一个的 是一个差别 有这一方面 因为这个一个 临残性的 然后恩赐宗子论里面 就讲到 没有这种的 是恩赐一定没有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先知的预言 是一个属于 启示性的恩赐 是圣经末世性的 预言的一个的启示 是具有这种的 利润 圣悦 旧恩历史性的 是三地对能力 那种旧书的启示 目的是什么 使人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基石 在哥林道前书 十三章二节里面讲 所以先知的预言 就是神的话 具有这个 生 是绝对的权威 因为它是一个 是正典的一个权威 所以先知预言的恩赐 用这个定义来讲 已经没有了 停止了 所以神在今天 会不会向人 有直接的启示呢 人会不会 很正式听到 这种声音 有这种的声音 就是没有 没有说给你们 讲你们 我代表这个宪制里面 第十三个使徒 或者是我是什么 一个宪制里面 有写第六十七卷书 没有 已经停止了 节式的预言 所以他们文里面 这一个只是 末世性的启示 停止 没有 但是恩赐的 持续人会终止人说 这个恩赐是指 圣灵像个别信徒的 一种的启示 在会议中里面的 一种的启示 在信徒里面的 一种的信徒 一种的是 先知的预言 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是有人 或者是唱歌 有人教训 有人是启示 或者讲翻译 所以在聚会里面 有一些特别 有一些启示 没有预备好的 听到一些启示 然后是 在座的人得了启示 听到一些声音 那些先讲的 那些就要诸口了 让这些人来再讲 所以是没有预备好的 一篇的奖餐 临长性的来讲 所以这里 重点是 神临到一个人 不是哪个人 有刻意的预备 也不是哪个人 能够祈求神给他 而是当时神来给他 或者说出一些的信息 给各个的会众来听 目的是什么呢 是有一种的 是个人的需要 跟这个的处境的目的 因为在腓立比书 三章十五节里面 神也把这些事 指示他们 启示他们 是指到一些的 生活里面的 一些的不成熟 如果有些不成熟 各方面神会寄出启示 这个里面是显出 那个人的一些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的是软弱啊 错误啊 这种启示 往往在人的心里面 能够隐成 隐成能够讲出来 他的要虑 他的恐惧 或者他们不肯顺服神 这些都会陷入出来的 是指这种的启示 目的就是来造就 来安慰 能够得到劝美 所以这种的启示 不是漠视性的启示 自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 因为漠视性的 这种的启示 已经停止 但是这种的 会众性的 限制的预言 继续的存在 还有 还有 吕黄真金教会 怎么去看待呢 第一个 限制的预言 在今天 仍然继续的存在 有的 因为在这边 是这个定义里面 所讲的 限制预言 是指什么 讲说神的话 为了造就安慰 与劝美神的子民 这个就是 限制的预言 这个重点里面 除了是非中子论的 其中一部分里面 所讲的 形式的 怎么出现呢 第三个 针对某间 或者某些 将会发生的事情 所做出符合 圣经原则的 一个预言的宣告 所以都会指到 某些的 某些事情 某一个里面的 这个事情 预告出来 但是这些讲 一定要符合 圣经的原则 谁在预告 但是这个的 我们的这个立场里面 终点的 除了预言 讲到预告 终点的 还是什么 有宣告 宣讲 符合圣经教育化的 原则的宣讲 也是先制的预言 甚至 圣经的宣讲和解释 也是先制的预言 在这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 当我们 任何加重一些语气的 这种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宣讲 你们要圣经 你们要圣经 你们要看到 这些都是预言 看就用圣经 因为他预见到 教会 塞洛有一个 可能是一个危险危机 一个不圣经 他用圣经的话来讲 没有说 就是其他话 但是这个也是 先制预言 继续用圣经的话 继续的解释 所以有些什么 先制什么 时代的先制 用这个圣经话来讲出 不一定是来 讲到一些的 八卦 预告 水晶球 这种不是这个 是 但是我们对这个 未来的事情 我们都接纳 我们都接受 针对某些事情 或者这样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接受 它是要符合 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也看到 也不是绝对的 这种重体 也不是绝对的 非重制 这种看法 所以你要留意 这个情况 原则不能够详细地强 大家去看看 但是先制预言 里面因为 所有基督徒 都领受了神的灵 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能成为神说话 你们都可以 有这个管道的 然后第三 预言并不先制到 神的圣经启示 所以没有圣经的 这种的权威 既然没有 这个权威里面 但是并不代表 预言可以有误 因为在这个的 是非重几论里面 他们讲的 翻译里面 是可以操练的 讲的预言是个操练 所以操练里面 是可以错误的 所以预言的恩赐里面 是我们在里面的看法 不能够从错误中学习 神给你所讲的是绝对 或者必须要正确无误的 不然会影响很多的是混乱 我讲出来是有错误的 在这边是跟一些的 灵恩派 或者非重几论的看法 有一个分别 你可以讲 但是这个讲里面是 操练之后里面 是不可以有错误的 所以预言是有机会被滥用 所以在有继续的去进行 怎么去进行呢 是按照个人对信心的程度而行 就是要自我的审查 要怎么确保有继续进行 就好像讲翻译一样 两三个人一起 如果前面有人讲 后面有人坐下来听听 最重要里面能够明辨和测验 就是所讲的是 深思明辨 需要一些人来深思明辨 问问这个预言的 是否圣经在交流一致 预言的是使徒迷惑吗 越听越清楚 越听越迷惑呢 预言是否带来教会的纷争和分裂 预言是否对教会的信徒有益处 这个预言是否高举基督 这个预言是否很论断性的态度 这个预言是否有私心 或者贪图这个个人的利益 这个预言是否是一个遵循神主义的人 所以重点不是他讲什么 重点还是要看到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一个的人 最后 预知的恩赐 三世经 德宾穆斯运讲过 在这边不讲了 大概主要透过这两个的管道 可能做这个预知 一个直接宣告 这好像使徒一样 进而云我都没有了 但是更多部分里面是为病人祷告 早上直接里面为御病来做这个祷告 拥有盖摩托的头 为这些病人来祷告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式 不一定 不是说我没有直接宣告 我不能做 我们也可以有这种责任 能够为这些里面的祷告 这个方式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圣经没有指示 反祷告一定被医治 第二是这个提摩胎 他有胃病 叫他喝点酒 提罗肥膜也是有病 尼佛福提 病都差不多要死 保罗他有根刺 有些是眼睛有问题 这个病没有医好 到最后里面都没有病医好 然后我们也看到 这个没有被医治 不一定是因为 或者他犯罪 或者是缺乏信心 您讲过 这个医治的恩赐运行是 随时随地 没有按照任何预定的时间 或者模式而进行的 吕黄正 是不会 在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 是随时随地 没有时间或模式的进行 所以吕黄正经教会里面 除非有从神清楚的指示 不然我们不会筹办 或者在某个的 一直到会 在2018年7月10多号 第一期以来 我们被神医治 我们不会到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是没有太多 这个圣经的根据 最后 做一个的结论 就这个结束了 我们一起来读 假如超自然的恩赐 并没有因使徒时代的过去 而消失的话 今天我们有责任 在教会中 重新的认识 和谨慎的运用 让我们了解恩赐的内容 目的和运作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 学习在爱中 运用这些恩赐 正与运用其他恩赐一样 使教会得到造就 坚全的成长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恩赐里面 重新的认识 不要拒绝 不要一听到发言 零恩派 一端等等 我们要重新认识 圣灵 经历圣灵 遵从这个圣灵 不要忽略 不要消灭 只要谨慎进行就好了 所以在宣言当中 我们相信神还是做一切的事情 可以用意志 用预言 用发言来做 祂要做的工作 这些恩赐仍然存在 但是我们来谨慎地进行 不然是身体也会得到 这个的缺陷的 能够运行的话 是爱中来运行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爱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爱 你无论是有很多的发言 恩赐有怎么样 中等恩赐有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更大的恩赐 所以过年多前书十三章里面 所讲的三端里面 第一端就是将爱 跟说翻言 像先至讲到 做一个恩赐的比较 表达爱 是不可或缺乏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说 是翻言 能够说先至的讲到 如果没有爱 也没有什么的预处 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爱 然后第四到第七节 讲到爱的十五种的表现 所以这个是针对这个的 是恩赐来讲的 所以常常用这个婚礼不适合的 真的 爱里面没有直度 哪里没有直度 有第三者 你不可以直度吗 不可以 三地都可以直度 所以这个爱是用恩赐这个场 不是要婚礼的场 所以你要小心用 然后这个最后里面 也再次的做一个比较 这个比较就是 恩赐是短暂的 爱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最后里面 就爱当中里面 能够去追求各经其之 建立基督的身体 来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 然后配合起来 身体渐渐长大 在爱中建立身体 这个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不好意思 超时了 因为实在超时了 比德平牧师超更多 结果我们教书的毛病 因为我们教书 不可以四十五分钟讲完的 所以希望到最后大家里面 能够重新地认识 对这个属灵的恩赐 重新地认识 谨慎地进行 能够在爱中地来运作 你们要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小组里面 就是现在可以去讨论 或者你们也是可以在你们的 就是平时的小组聚会里面 讨论这些的问题 我想讲的下一件事 其实是关于这个章子 这个是下个礼拜 征途的课程 下个礼拜十五号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用 这个车 这是一个属灵的恩赐的调查表格 所以因为下个礼拜 是由核心牧师 他会带领我们讲关于 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恩赐 所以你们在离开礼堂的时候 在外面有个桌子 桌子上面有放这些表格 所以你们走的时候就 记得拿住一份 然后回家把它填好 填好了呢 记得下个礼拜要带回来上课 因为我们会用这个表格来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的讨论 可以吗 就是这样 所以请记得拿一张表格 带回家坐 下个礼拜再同样的把它带回来 填好了带回来 好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